觀眾可以看到是在台南 雪甲上白礁在今天呢 是展開繞境活動 這是成為國定民俗後的 第一次上白礁繞境 許多參與繞境的鄉鎮公廟 共襄盛舉 而其中最有看頭的就是 最文明的真人異格車 可以看到有許多小朋友 扮演的神童坐在上面 沿路呢會發送這個紅包 裡面的獎品有 呱呱樂彩券 現金 洗衣機 電視等等的兌換券 要炒熱這個繞境的氣氛 而這個雪甲上白礁呢 在2022年登陸成為國定民俗 在早上七點舉辦祭典時呢 也由這個文化部 頒發國家重要民俗的證書 可以看到在雪甲慈激宮這邊 出來接受這個證書的是副董事長 而董事長王文宗呢 其實因為涉及這個88槍的槍擊案 目前是焦寶在這次的祭典中 並沒有現身 上白礁的繞境在早上展開 預計呢是要到這個 將軍西畔的白礁亭 沿途呢是十分的熱鬧